南投水里乡明生桥进入重建工程 但日前碰上了凯米台风 让当地居民误以为说 这个桥墩的钢筋被暴涨吸水冲到弯曲 担心要是不更新这个新的钢筋的话 恐怕会影响到新桥的强度 但是乡长也进行澄清说 这个钢筋并不是因为被吸水冲到弯曲变形 而是为了检测钢筋的韧性 后续将会颁证 确认安全物余之后才会继续施工 桥墩钢筋裸露朝同一个方向歪腰 这里是南投县水里乡明生桥 因桥生结构不稳定被列为围桥 启动重建工程 不过当地民众就担忧 桥墩钢筋会弯曲变形 是受到凯米台风影响 如果不更换新的钢筋 就怕新桥再度变成围桥 我们希望是建造一座更坚固的桥 不是说就将就这样来完成这个工作 不过乡长澄清 桥墩钢筋弯曲是为了检测它的韧性 以便经过施工厂商评估后 确认钢筋搬正和维持新桥应有的强度 弯掉的部分是不是说被水冲了 是要检测它的韧性够不够 因为拉高了之后 它那个弯的部分还会拉直 在做衔接点 这个部分绝对是安全的 在民生桥完工之前 相关单位将加强监督 维护桥梁安全 让民生桥尽快摆脱为桥标签 志友曾入成 南投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